熟悟動物貼在牆上 海報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這裡是不一定講電玩的電玩之夜 軍盲金布盲第十一集來聊聊美國的海報部隊 這支特種部隊大概是最不神秘的秘密部隊了 原因是自從Seal Team 6拘殺了冰淇淋 他們的事蹟和歷史就開始被各大媒體放大解析 喔對了任何的敏感字眼 YouTube還是會抽走我的廣告營利 已經獲得官方的認證了 我有寫信解釋說我是教育和紀錄片性質 但他們依然回說 儘管沒有放相關影像 但是花大片不講述戰爭恐怖主義等等 就還是不能賺到錢錢 而且還是不公開人工審核標準的情況下 感謝YouTube願意站在廣告商那邊而不是創作者 所以會有更多草莓奶昔事件出現 會想來做這支影片的原因是聽了Jim & Sam的Podcast 他們和Jim & Jeffries在討論為何每次新聞出現都是海豹第六隊 那其他五個隊去拿了 所以引起我的好奇心想來介紹 我們應該都確定當不上海豹部隊成員 但我高中時有榮幸能親眼見到一位大大一面 他2005年時在阿富汗為Seal Team 10賣命 他是在電影《紅衣行動》中去救主角Marcus的其中一架直升機 因為如果有看電影的觀眾朋友就知道 兩架運輸直升機中有一架被擊落 當場全機組人員16名士兵皆全部罹難 他的一位朋友就在那架直升機上 我還依稀的記得那位大大說 還沒到墜毀地點就已經聞到礁石融在機身鋼鐵的臭味 他是用他的朋友平時愛嚼煙草的習慣來辨別遺體 當時只覺得那是很酷的真人真事 完全沒有想到 這是一個在我面前現身說法剝自己傷疤的士兵 他的經驗分享有另一個目的就是推銷自創的軍靴品牌 因為實戰下來覺得工法的東西很難用 然後更大的重點是他將弟兄們的一致能有所傳承 他也多次提到希望自己能走出戰後創傷 回到平民生活 現在去查他的名字 大多是有關他冠有企圖傷害 非法持有槍械等罪名 被起訴之後卻未交保證金和無意願出庭的消息 他們少數人無法適應大部分現代社會規範 其實這也就是對於犯法的定義不是嗎 如果你覺得這規範不適用於你個人 那極端一點就會觸犯 搞得我陷在房間後面牆壁上貼的是一位罪犯 這些國家訓練出來的殺人機器 儘管退休後還是被政府監控著 當時也就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只是申請了加入一場註定要宇宙不同的行業 我還是很難想像他們怎麼回到一般人的生活 有幾個人能有相同經驗 同理也是有幾個人能真正理解 說了那麼多的原因是 我有看到很多觀眾朋友的FB大頭貼渾身都是軍武 比國軍裝備還要貴還要齊全 這是你個人的興趣沒什麼問題 可是大眾通常還是會選擇興趣看榮耀的那一面 像蜘蛛餐一樣只挑自己喜歡的東西去夾 像剛剛他的經歷 相信是99%的人都會說 不用了!謝啊!不用了! 不是說大家非得要體驗那些訓練 生死離別 而是聽了那些故事 會莫名對這批怪台多一份敬重 甚至當作學習的對象 應該是說勉強為了他千分之一的意志力就好 海豹部隊據我們所知有十隊 第七和第十是最新在2002年才成立的 很明顯他的第幾隊的數字不是他成立的時間先後 然後第九隊則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虛構電影情節會出現 到底是不存在還是官方不想留紀錄呢? 其實海豹6也是因為2011年狙殺冰淇淋才聲明大噪 不然五角大廈官方有一段時間根本不承認他們存在 海豹6成員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役中 要扮演動物的軍人亦或是情報蒐集的間諜 他們和CIA合作的Omega計畫最為有名 在美軍部隊不方便出現的地方獵殺重要目標 這類任務讓尚未政策制定者可以省錢 不用費力的搬一整個部隊過去的意思 這類遊走在國際法邊緣的任務還是得暗中行事啊 數以千計的突襲任務中有好幾次非目標平民被殺害 這方面儘管溝動NATO和當地軍民的怒火 但為了破壞複雜的犯罪網路啊 他們的任務機密到連美國國會都不太敢碰 自從飛機不小心降落在紐約大樓後 大量資金被轉移到海豹6部隊上 全隊人員頂風甚至高達300多人 有些隊員甚至懷疑這麼高的需求量還有任務的特殊性存在嘛 高需求量也代表高耗損率 導致海豹6這幾十年下來和其他歷史段落相比 陣亡率來到新高 在2002年的幾次行動後 大部分概範組織都逃到巴基斯坦了 剛剛提到的不方便出現 讓海豹6轉為情報徵搜為主 也開始像越戰鳳凰計畫一樣與情報單位合作 很多時候越界實在過於敏感 所以大多人還是使用CIA訓練的阿富汗人員潛入至巴基斯坦聚落 阿富汗戰爭在演變成美國對外最漫長的衝突之前呢 在2006年至2008年幾乎每晚 對於情報確立的重要目標住處的攻堅都要擊殺15人至20人以上 和軍方說的不費任何一槍一彈有很大的差距 然後到最後這類攻堅就變得十分疲乏了 你揭發一個網路後又告訴你還有另一卡車的人頭要化掉 很多前海豹人員抱怨說到最後就是在追殺那些街頭混混罷了 一堆訓練最精良的人員去打這些混混 武器消音消焰夜間作戰的雷秒都是基本盤 還配有新型燃燒空氣型榴彈 當時戰場士兵有記錄這東西有足以讓樓層自動降低的效果 破壞阿富汗的山洞泥磚平房特別輕鬆 當海豹部隊人員的武器越升越高等你就知道問題的棘手程度了 隸屬海軍的Sales代表的是Sea Air Land Forces 簡單來說就是一支三七的特種部隊啦 海豹6的總部倒不是秘密 位於Virginia海灘的海空基地裡面的軍事基地 一種軍事基地裡面的軍事基地的概念 這裡不只是將近三百位探員的家 還有包括其長官、指揮官、飛行員、海軍CB工兵、拆彈大隊、工程師、醫療組員 以及最後的情報團隊 擁有特別的監視系統和全球最終科技 海豹6創立於1980年代 由於美國政府主導的鷹爪行動失敗後所催生的 一個因應伊朗人質危機的軍事行動 但是計畫不周、天后不佳 導致行動最後以失敗高中 指揮官高層意識到需要一支能快速部署的反恐部隊 有趣的是當時只有兩支海豹部隊確立 所以叫海豹6也只是為了虎蘇聯續張聲勢而已 海豹6一開始分成兩支突擊隊 分別是以藍色和金色來代稱 藍色在當時擁有比較多的臭名 隊員酒駕、使用毒品、訓練時把租用的車子撞爛等等 這一切的特有文化在指揮練洗牌後才有所整頓 不然很難想像這支後來完成冰淇淋任務的小隊 這也是海豹部隊給人一種我最屌的負面觀感的原因 特別是冰淇淋任務後各式的書、紀錄片的出品 都讓其他低調的特種部隊像陸軍的三角洲部隊翻白眼到死 同樣也是Jim & Sam的節目 他們也有邀請Robert O'Neill這位前海豹部隊人員 而且不是一般的海豹 而是用子彈融化冰淇淋的那一位 這樣的經歷出本書還不熱賣就有鬼了 不過就像之前所說的 他們在媒體上的公開內容都被政府監視著 在2012年海軍就有懲戒11位前海豹部隊人員 因為他們洩漏軍事戰術給榮譽勳章提寫漢將這款遊戲 這款被停止開發的遊戲系列說到就有點感傷 這大概就是今天對於海豹6的簡單介紹 已經快要將近3000字的稿子了 有關於Robert O'Neill吃冰的Podcast 還有很多精彩內幕 只可惜時間真的不夠了 今天這一集偏向我自己濾進過的海豹部隊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在講海豹部隊訓練任務有多難之類的 Discovery等等那些頻道已經做過了 所以就不補充有關於那一方面的冷知識 想知道更多有關軍事和政治的結合資訊 都歡迎訂閱本頻道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如果想贊助本頻道的話 等一下也會有連結 跳出來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iv… 要拿來 把你拿去 低效果 我可以 你也可以 你可以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想ря 你過去 我以為…